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麥當勞的可口可樂就是比較好喝 你如果聽過這個的話 你有聽過嗎 因為我有 很久很久以前就聽說 大家覺得麥當勞的可口可樂 喝起來就是比較可口 大家好 我是Paul 最大週五因為期讀 那今天看到了這個報導 所以這不是空穴來風 真的整理出 可信度感覺讀起來還蠻高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就直接來讀下去吧 If you have ever slurped on a coke from McDonald's then you'll know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acutely different from the taste of the beverage served at the fast food chain compared to any other cane or bottle 光第一句可能看起來就不是很好懂 所以這是個如果句 如果你曾經這樣的話 那麼你就知道 所以這邊其實可以的話有個逗點 OK 那他沒有寫但無所謂 所以要是你曾經喝過 麥當勞的可口可樂的話 所以這邊他的喝用的不是drink這個字 他甚至用的是slurp這個字 什麼是slurp知道嗎 就是喝東西的時候那個 嗚嗚嗚的聲音 所以有一款飲料 或者應該講 這叫飲料嗎應該是吧 就是 斯勒冰 其實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斯勒冰就是冰沙嘛這樣 但是斯勒冰的英文呢 就叫做slurpy 所以他就是slurp這個字 變出來的一個特別的字 這樣 slurp 所以slurp就是 這樣 所以 那你喝斯勒冰就是 這樣 好 anyway 所以要是你曾經 slurp過可口可樂 在麥當勞的話 那所以逗點齁 then you will know 你就知道 所以有一點點就是不同 所以這個很精準的不同 就acutely這個字 他有這麼多的中文翻譯 我稍微讀一下給你聽 極度的啦 十分嚴重的啦 病痛上是即興的劇烈的啦 那準確聰明感官上敏銳 靈敏機敏有洞察力 銳腳銳音符 你看這麼多的意思 反正你就得到一個大概概念 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去翻譯它 那我寧願我給你多一點點 英文裡面的詞彙 像例如說很久以前 肆虐台灣的這個 非典型肺炎 叫做sars 那sars呢 就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yndrome沒錯 所以這裡的A就是acute 所以他翻譯成即興的 即興的 所以在這裡的確有這樣的意思 病痛上即興 acute這樣子 好那還有呢 像例如說 我們說 最近 像你如果得過新冠肺炎 或之類的話 他們說會有腦霧 或者我 自己知道我們得到那個 不會得到啦 就要是你有那個 膚質過敏像我一樣 我好幾次把這個字拼錯了 這一次我不能再拼錯了 gluten 我好幾次拼成了glutin glutin是貪吃喔 不對不對不對 OK gluten 所以要是你有gluten allergy 跟我一樣的話 你會發現其中一個症狀也是腦霧 當然我們要講的不是腦霧 因為跟acute是沒有相關性 可是如果你把腦霧的相反來說的話 也就是不腦霧 也就是腦袋很清楚的話 那有這麼一個詞就是mental acuity acute這個字的名詞變成 裡面多了一個i然後ty結尾 所以講那個mental acuity 就是這種你的精神上 神智上很清楚很銳利 或之類的這樣 那眼睛看得很清楚 也可以用這個字 acuity這樣 那 所以為什麼有一款隱形眼睛 叫什麼 acuvision 好像是那個什麼牌子 我也忘記 好anyway 所以補充到這裡大概ok acute有這麼多有趣的意思 所以你就會發現可惡可惡 所以在麥當勞裡面 喝起來就是acutely different ok 很明確的不同 大家可以這樣子翻譯 所以要是在這個 fast food chain 麥當勞這個快餐店 速食店 給你的這個beverage 比起呢 比起任何的 罐子或者是瓶裝的 so compared to any other can or bottle 所以can是罐子 bottle是瓶子 ok 那 如果你這樣認為的話 你並不是瘋狂的 you're not crazy for thinking it there's a reason to explain the concept we've been trying to wrap our taste butter around for decades 所以這邊他用了一個 其實是蠻有趣的片語 只是他把裡面的一個字替換掉了 所以我們試著要來去理解為什麼 可可樂在麥當勞比較好喝 所以去理解的話 其實有個詞叫做wrap one's head around something 所以你的腦袋去繞一個東西 當你把它繞成功了你就懂了 這個畫面會不會看起來奇怪 可是他的片語真的是這樣 I'm trying to wrap my head around something 就是我試著來理解這個什麼什麼東西 好 但他把這個head換掉 換成什麼呢 換成我們的味蕾 所以再看一次 so you're not crazy for thinking it 所以要是你認為麥當勞可樂可樂比較好喝 你並沒有瘋喔 是有個理由的 那這個理由我們試著要用我們的味蕾來去把它wrap around so we're trying to explain the concept and we're trying to wrap our taste buds around 這樣子 這應該around them but doesn't matter ok 所以他把這個片語做了一個小題材 蠻有趣的 好下面就開始講理由了 那第一個理由 他說的是 他說的是 他有講說是 從什麼什麼到什麼什麼 總之他每一個細節都顧得非常清楚 so from the containers that the coca cola syrup is stored stored in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types of straws used so every single part of the journey has a reason 可以 所以從他這個糖漿的這個承載體 container 承載的那個容器一直到all the way through all the way through 到他用哪一種習慣 他都是有理由在裡面的 所以從第一個 所以為了我們要把它追根究底 我們就必須要從頭開始 so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it we need to start right at the beginning 所以這裡有個片語叫做 get to the bottom of something 也就是追根究底這樣子 好追到一個東西的底部去 get to the bottom of something so in order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it 我們一開始 所以他們一開始partner up的時候 從1950年就開始了 我幫我幫我做OK 那現在有10個不同的process 10 different processes to explain 爲什麼這個product跟其他不同 好來 來吧 我們就往下看下去 first reason 他說的是 McDonald cook is not premature 所以他沒有先就把它混起來 所以我這個… 你去麥當勞買 應該會注意過 它倒下去可樂的時候 它那個下來的水柱 好像是有顏色的跟沒有顏色的 That's right So Fountain Coke is mixed the moment they start pouring from the tab 所以他們從這個Tab 那這個Tab是什麼 就是它拿那個杯子下去按下去的那個 所以Tab有時候講的水龍頭這樣 所以它從那個水龍頭開始流出來的時候 才開始混在一起 所以Fountain Coke 他們直接叫它Fountain Coke 因為它是仿佛是從一個Fountain出來的 So the moment they start pouring from the tab 那因為這個東西 So Due to this, the carbonated water and syrup are stored and dispensed by the machines separately 所以它的碳酸水 Carbonated water So water OK,加一個 carbonated,就是碳酸果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 Syrup 就是它的糖漿 是不同的廚房的 So they are stored and dispensed by the machines separately 所以Store 是出放 Dispense 就是把它給分派出來這樣 所以存放跟Dispense 那都是分開的 And only merge in the stream that fills your cup 所以它只有在留下的那道stream 就是剛剛講的那道水柱 它才在那個時候會merge在一起 They only merge in the stream that fills your cup 然後就裝在你的杯子裡的時候 所以很多人相信這個過程 這個process 就會讓人家有一個比較鮮甜的感受 So many believe that this process leads to a fresher flavor 酷 所以這第一點 我們有十點要走 第二點 可能要講得有點快 快馬加鞭 Secondly McDonald's make a huge effort to standardize their syrup level measurements 所以他們有非常標準化 他們的那個糖漿的這個 的那個糖漿的甜度 它的level measurements strictly adhering to 40g of sugar per every small coke 所以它很嚴格的來 adhere to這個字 我們這個片語我們曾經也有講過 就是遵守著什麼事 我們可以說you stick to something 或者你也可以說you adhere to something 所以adhere這個字 OK 好 好 謹守了這個原則 所以他們有adhere to small coke 就小杯可樂的話是40克的糖 其實很多你知道嗎 你知道40克的糖有多少嗎 但是多到很可怕的程度 好了這個我們先不扯 好然後我們就講 So this brings us onto the third point 所以我們講到第三點 從剛這一點 就是它的謹守規則的這一點 到了第三點 第三點就是只要任何是有關兵的東西 他們也是會特別的關注的 So that brings us onto the third point which revolves around all things ice 所有跟兵有關的東西 All things ice 所以這個ice算是一個 All things 上面的這個名詞的補充補語這樣子 好 所以它的糖漿跟水的比例 是想得非常清楚的 以至於他們會 他們甚至會把那個什麼東西 好我這邊先讀一下好了 So the syrup to water ratio It's so well thought out That it even accounts for melting ice With McDonald's going to great length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coke meets a certain standard And that dilution won't affect the overall flavor 所以他們甚至算進去了 融化的冰塊的那個速度這樣子 Accounts for melting ice Melting ice就是融化的冰 Milt就是融化 那麥當勞又努力的來去確保一個standard So McDonald's make sure that their coke meets a certain standard 然後他的dilution 不會affect他的overall flavor 這dilution是什麼 就是dilute這個動詞 dilute是什麼 dilute就是把什麼東西給蛋化掉 把它稀釋掉這樣子 dilute OK 稀釋 這個詞呢 可能可以算是托福亞斯的詞 因為有時候會在一些 跟化學或者是跟一些什麼 地質學甚至有關的 的一些文章 你會出現dilute這個字 所以dilution 注意這不是dilution 因為這兩個字可能 要是你在發音上有點小困難 你甚至可能把dilution念成dilution 不對 後面才是dilution dilution就是你有幻覺 這樣子 那dilute dilution 好可以 所以他在他連冰塊的稀釋 都已經有酸進去了 可以 那為了要 把這一個dilution呢 slow down掉 怎麼叫slow down 就因為如果說你的 糖漿跟你的水都是沒冰過 冰塊丟下去 是不是冰塊就會融化比較快 沒錯吧 所以他們把糖漿啊 都先冰過了 OK 所以糖漿是pre-chilled OK 所以mcdonalds pre-chilled its syrup OK 所以 當他把糖漿先冰過的話 那個冰塊的融化速度就會比較慢了 因為他們的溫度就比較接近彼此了 我這樣講應該就聽懂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理 就提供一個理由來解釋 解釋什麼東西呢 這個麥當勞的可樂 他能夠保留 就是裡面有氣保留的比較久 OK 所以這個fizzy就是冒泡泡 這樣子 OK fizzy 這個字算是 可能你還蠻少見 我也蠻少見 但是意思是這樣 好 然後再往下看 第五個理由 所以剛剛就已經過了四個了 The fifth reason explains that mcdonalds uses steel storage tanks for their syrup as opposed to plastic bags like most other restaurants 所以他們用什麼東西來廚房他們的果漿呢 就是糖漿呢 他們用了這個剛剛做的這一個tank steel storage tanks 那理論上來說好像就比較能夠保持新鮮吧 so this basically allows for the product to stay as fresh as possible 他這裏有一些typo 這多了一個a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所以拉長他的新鮮程度 so for as fresh as possible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他這裏竟然用了兩個as的結構 也沒問題啊 ok 好所以目前都可以 接下來第六個理由 coming up as the sixth reason 就是他的這個碳酸水 所以碳酸水怎麼了呢 所以sparing no expense even the water used to mix the syrup is kept at a chilled temperature due to insulated tubing 所以again他連那個碳酸水也是有保持這個低溫的就是 ok 所以他又保持在一個chilltemperature 所以chill這個字其實算說也不是說多了不起的字 chill 我把它打在那裡 他有幾個意思啊 一個是不要講話 可以給我閉嘴 chill 所以老師會對學生說come on guys chill 這樣子不要再抱怨了或之類的 那小朋友真的在國外的話 小朋友在那邊就抱怨說今天下午怎麼不可以出去玩或之類的 chill come on ok 不要再跟我囉嗦這個 今天下午爸爸很忙不能帶你出去玩 chill 那chill還有再來就是放鬆著 ok 所以說你現在在幹嘛 我跟我的朋友在看電視 we're chilling we're chilling watching TV sitting in the living room 這樣子 所以chill放鬆了一聲 那還有再來就是很多人會誤解 很多人會誤解 在台灣啦 會誤解說以為抽大麻就是有在chill 可是那這其實是沒有的 ok 好那再來就是剛剛講 我剛剛是不是講過有把東西給稍微去 把它的溫度降低一點點 所以它並不是真的去把它冷藏 ok 如果你一般講chill的話只是把它的溫度降低一點點 冷藏的話你可能就是把它store在冰箱裡面或之類的 那你不要把它放太久 你只要它有點溫度低低的 那就是有chill過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這用了好幾次 ok 這個溫度 is kept at a chilled temperature 好那因為它 有這邊有這一個這個 隔溫的一個tubing 所以在連它的那個管線都是有隔溫的這樣子 所以它有一個insulate這個字 這個字也是托福亞斯字 不過也是生活字 所以像我們一般房子台灣是沒有 在國外的房子往往會有那種insulation 隔溫隔熱 就是在外牆跟內牆中間可能會放的棉花啦 或者一些其他材料 那你的暖氣不會太容易被就是傳達 就radiate到室外去這樣透過你的牆壁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這講到這個水 水也是有它的這個fountain water carbonated water 也是有稍微chill過的就是 好然後再來 它的carbon dioxide level is kept at a high to completely optimize bubble level ok 所以它的裡面的二氧化碳也是保持在一個高度的就是 所以反正喝起來就是泡泡比較多 流氣泡離比較久 所以可以 再來第幾個 已經第八個了 因為剛剛已經是第七個了 8th reason is down to the chain's advanced water filtration system 所以麥當勞裡面都會有很先進的濾水系統 Advanced water filtration system 來確保它的水是最乾淨的 to ensure the cleanest water possible to establish a uniform beverage standard 來確保它有一個很一致性很高的飲料的標準 不管你的水質是從哪裡來的 水資源是哪裡來的 no matter what your water source is 可以 最後還有再兩個理由 可是我剛剛有一個地方沒講到 就是它這邊有講到sparing no expense spare這個字我們另外再找一集講 但它的這邊簡單說的意思就是 你不放過任何什麼東西的概念 所以我們有看另外一個片語 比較常看到就是spare no effort 所以我們盡最大的努力做什麼事 所以我們不把任何的努力給放棄掉不做 我們就叫做spare no effort 現在spare最常很常看到就是 例如說是一個軍事片或之類的 或甚至是那種日本武士片 你逮捕到人質 然後人質說請你不要殺了我 饒我一命吧 spare my life 所以spare就是有把什麼東西饒過了的概念 spare no effort 總之就是不放過任何一絲努力 spare no expense也是一樣 就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花錢的機會 所以總之他們沒有省到錢 所以努力的 剛剛講的連這個tubing都需要讓它 有這種隔熱隔溫的效果 以至於它的水可以保持在chilled temperature 好anyway 還有兩個理由 剛剛沒講完 final two reasons 最後的final product 所以有一個fuge emphasis placed on the packaging itself 所以在包裝上 包裝可樂 包裝什麼呢 他先用了wider straws than any other fast food restaurant 所以它的吸管用比較大顆一點 粗一點點 which allows for bigger sips 這個sip就是 也是一樣喝飲料的錯的意思 所以當你在喝麥當勞的可可樂 可以喝比較大口 allows for bigger sips cool ok so this is so that customers can let their beverage wash over their taste buds more efficiently 可以讓飲料洗過你的味蕾 洗得比較有效一點點 ok 真的用這樣的一個字 更有效率的洗過你的味蕾 so let their beverage wash over their taste buds taste buds 我剛剛是唸成taste buds taste buds 對不起 所以這個taste buds 我們就把它翻譯成是味蕾 ok 這個用蕾這個字 我覺得也是不錯的一個這個字 所以我不知道味蕾是不是 其實本來是英文字 因為bud的這個字 真的就是有那個 我在打成蕾包 但打不出來 這個蕾是 花開花的那個蕾這樣 是不是上面是草字頭 希望是 ok 那這個包好像也應該是 是不是肉字旁的包 好來 這個把它 如果有打錯字的話請大家原諒我 是不是 就是這個 ok 所以花包啦 我打花包是不是就好了 好 可能這樣比較對 然後這個 這樣是不是對了 好 hopefully 要是有錯的話 歡迎不要吝嗇的糾正我 我常常對我的中文道歉 好 所以總之這個bud 就是要開花的那個bud這樣子 好 花包這樣子 所以我們 舌頭上的那 長東西的味蕾 基本上跟這個花包長得還 或許是有點像 如果你用你放大來看的話 所以味蕾叫做taste buds 看過了好幾次喔 這文章裡面 一開始的時候也有 所以wash over their taste buds more efficiently 最後一個理由 就是什麼呢 他的這個杯子 是能幹嘛 再看一下 The tenth reason McDonald's plastic drinking cups are able to return carbonation better than glass containers or aluminum cans 怎麼說啊 他說的是能夠 return他的那個 碳酸化 往下再看一個段 可能就比較清楚 so unlike other packaging the plastic cup is not nearly as porous and efficiently traps the gas of the carbonated beverage 這一段大概算有解釋的可以 所以他跟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那種 材料來說比起來 他比較porous 這個也是託夫亞斯字 他上面的孔洞是比較多的 OK 所以他的plastic cup 對不起 比較少的 not nearly as porous OK 所以 因為他比較少孔洞 所以也就比較能夠去 把他的那個 惡氧化碳 來鎖住 讓他不要跑掉 so efficiently traps the gas of the carbonated beverage 所以也就可以保留 一樣讓他fizzy比較久 或者是這樣 所以總之porous 這個姿勢 他的名詞是por 臉上的毛細孔 大概也是用這個詞 porous OK 然後他的形容詞 porous porous OK 好 有點講的好感 因為我覺得10點要把他講完 好像還是蠻辛苦的 總之講完了 好 那你有沒有覺得麥當勞的可可樂 比較好喝 我的確有那個感覺 就 口感有好一些些 可是會不會有比較淡的感覺 好像也是有 如果你喝罐裝的或瓶裝可可樂 你可能會覺得好像比較濃厚一點點 但或許濃也不見得是好事情 加了冰塊的可可樂 再麥當勞的 喝起來比較fresher Alright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請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